下面我们再介绍其他种胖脯的基本原理以及它的特性 我们要介绍活塞式的胖脯 它可以分成轴向活塞式的胖脯 以及静向活塞式的胖脯 轴向活塞式的胖脯又分成斜盘式的以及斜轴式的 静向活塞式的胖脯又分成固定钢式的以及回转钢式的 首先我们介绍轴向活塞式的胖脯 从这个图面上来看 这个胖脯它是有一个斜盘 所以又称之为斜盘胖脯 这斜盘上面就连接了许多个活塞 而这个驱动轴是用来驱动这个斜盘 这个斜盘的转动就会带动这些活塞的移动 这个活塞除了跟着斜盘旋转之外 同时它也会做前后的移动 所以我们从入口的地方将油吸入 因为这个时候它所面对的活塞是往右边移动的 所以油会被吸进去 当这个活塞转过180度的时候 这个活塞就开始往前推移 所以它就开始把经过加压的油从出口排放出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活塞是直接连接在斜盘上面 通常这样的一个斜盘是可以做角度的调整的 所以我们从下面的这张图可以看到 当这个斜盘最斜的时候 这活塞的形成是最大 所以它的排放量也就最大 因为它吸入的油最多 所以排放的最大 到了中间的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斜盘的角度减小 而使得它的形成也跟着减少 所以它的排放量也就减少 而当这个斜盘成为垂直状态的时候 这个活塞它只会转动 而不会有前后的移动 因此它就没有吸油也没有排油 所以它这个时候的排放量就会等于零 那这一种斜盘式的胖部 它是一种可变排量式的胖部 当然这个斜盘的角度 也仍旧是可以引我们系统的压力 来作为驱动斜盘角度的一个力量 右边的这个图就是一个斜盘胖部的图 通常这样的斜盘胖部 它的活塞数目是七个或者是九个 其中有一半 比如说七个的就是有三个 九个的就是有四个分别作为进口跟出口的活塞 那在中间有额外的一个 那个是被封 是当它从入口转为出口的中间 有一个活塞是被封闭起来的 那那个地方就是加压的区域 那斜盘式的这个回转的惯性比较小 它会随着压力平衡与轴层使用的方法的一个改善 它的使用压力可以到达210公斤到450公斤 per cn 平方 那它的速度可以达到3000到3600转 是蛮高速的 那另外一种叫做斜轴式的胖部 这一种胖部跟刚刚斜盘式的不同是 它的这个盘面是垂直的 但是它的钢体是斜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活塞是借着活塞杆 与这个盘面连接的 这个与斜盘式的不同 斜盘式的是活塞直接连在斜盘上 那我们要改变它的排放量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借着改变旋转钢体的这个角度 当这个角度具有最大角度的时候 显然它的形成是最大的 它的排放量是最大的 到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角度减小了 它的形成减短了 那它的排放量也跟着减短 一直到它的钢体是呈 跟排面是呈平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的活塞 基本上是只有回转而没有前后的动作 所以它的排放量就等于零 那这样的一个胖部 它的倾斜的角度 大概是在22度到30度之间 这个就是一个斜轴式胖部的实体图 那斜轴式它比这个斜盘式的倾斜角度 要稍微大一点 所以呢 它使用活塞的连接杆来连接活塞 所以它的活塞周围的漏油现象相对的减小 所以它的效率是非常的高 那斜轴式的最高的转速 会比斜盘式的要来的低一些 因为它的钢体的部分 运动量比较大 所以呢 它对于可变控制的反应 要比斜盘式的要来的慢 也就是它的角度变化的反应 会比较慢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 跟斜盘式胖部不太一样的地方 在下面我们要介绍 静向活塞式的胖部 第一种我们要介绍 固定缸的静向活塞胖部 我们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驱动轴的外面有一个偏心轮 就就是像图轮一样 当这个驱动轴 就会将油加压 透过排放口做排放 这个就是这个固定缸的活塞胖部的一个实体图 那么通常这种胖部呢 它的活塞数目大概是三到五个 在吸油的时候呢 由于活塞的内部呢 有相当大的负压 所以它不太适用于大排量 通常它的排放量 都在每分钟10个L以下 如果我们的活塞是使用浮动式的活塞 而使得活塞的压力能够保持平衡的话 那么它的使用压力呢 可以提升到350到600个KGF per cm 平方 那排放量呢 也可以增加到50个L每分钟 它的转速呢 是在2000个RPM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的 镜像活塞胖部 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外面有一个固定的图轮环 那转轴会带动里面的转指 转指上面有许多的活塞 活塞的动作就会随着图轮环的轮廓做进进出出 所以它也是一种固定钢式的镜像活塞胖部 另外一种是回转钢的镜像活塞胖部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上面的外面的转指 就是一个回转钢 那么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个钢体 钢体里面是有许多的活塞 当这个钢体旋转的时候 这活塞呢 也会进进出出 因为里面的钢体 跟外面的转指是处在偏心的状态 我们从这一张图可以比较更清楚的看到 当里面的钢体跟外面的环 成为偏心的时候 这活塞会进进出出 到B这个图的时候 当这个偏心等于零的时候 那这个活塞就没有进进出出 而没有排放量 这种胖部的特色是 如果偏心度是在反方向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胖部可以做反方向的旋转 因为它的油是从它的轴心里面出来的 轴心的上半部就扮演着这个进出油口 所以它的这个方向呢 旋转方向可以借着偏心度的改变 而改变它的旋转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借由转指的左右位置的改变 改变偏心量呢 可以做成双向胖部 或者是可变胖部 是这种胖部的特色 它的使用压力呢 是在210公斤平方以下 它的转速可以在1000到2000个RPM 这就是它的一个解剖图 以及它的一个实际外观图 那活塞胖部 它有它的优缺点 它的优点是 它的全效率就是总效率呢 可以到达93% 尤其它的溶积效率可以到达98% 也就是说它的泄漏现象比较小 而且它容易得到高压 它可以到达350到750公斤 而且它可以很容易得到可变排量的设计 就好像是我们改变偏心度就可以得到它的这个排量的改变 那么我们在配合各种的罚件呢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压力与流量的特性曲线 那它的缺点是 它是构造比较复杂 因此在维修的时候相当困难 第二呢 它容易产生压力的脉冲 因为它是活塞式的 所以它的压力是不属于不连续的这个压力输出 另外呢 它的价格也比较偏高 在下面我们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叫做抑压胖普的空食现象 什么是抑压胖普的空食现象呢 是指的我们抑压回路中的抑压油啊 当它的流速增加的时候 就会形成了一个低压区 这个时候在抑压油里面 可能溶解有一些气体 它就形成了这个气泡 而这个气泡就产生了许多的空洞 当这个空洞呢 流到高压区的时候 它会突然间的被压缩 而产生局部的超高压 那这个超高压呢 就会敲击到零件的表面 那会造成了这个机件的震动 以及噪音 更严重的会造成零件表面材料的一个玻璃 这种现象我们就称之为空食 英文叫做cavitation 这种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把汽水倒在杯子里面的时候 这个气体呢 就不断的会冒出来 最后到达最上面 浮到这个液体最上面的时候 它就爆炸了 就破掉了 这种呢 其实也就是跟我们现在说讲的空食的现象有点类似 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 液压油呢 里面含有汽体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那么这个空食的现象呢 它的发生程度呢 常常因为液压油的空气中的溶解量 以及油的流速 以及它的粘度而有所不同 这些我们都要特别注意 以上我们所介绍的 就是镜像活塞式的pump 以及它的一些优缺点 最后我们也看到所谓的空食现象 我们要尽量的避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